早安 我是Fall 這條影片想說一下關於我對Torchlight Infinite S3的顧慮 或者擔心什麼和期待官方有什麼改善 為了令大家有更全面的理解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擔心或者疑問 我先要在這裡提提其他ARPG在今年發佈或者推出的事序 首先今年Torchlight來說 他們在1月12日推出了S2 這樣跟上次10月12日S1剛剛沒有相隔了三個月 如果我們跟這個時間來看 S3將會在4月12日S4將會在7月12日 暫時看起來這個很正常沒什麼特別 但如果我們開始引入PoE的時間表 先兩天我們就已經知道它將會延長3.20升域 所以3.21會延遲到4月初才出 可能是4月1日或者4月8日推出 如果是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Torchlight Infinite和PoE就會撞到正一正 Torchlight Infinite的人流很大機會因此而下降 除了我們知道3.21推出之外 我們也知道PoE3.22什麼時候推出 GGG就說在XRCon之後兩個星期他們就會推出 XRCon就會在29日開始 如果推遲兩個星期應該是8月12日 接著就說Diablo4暗黑怪神4 我們所知的就是在6月6日他們就會正式推出 如果你買了貴一點的版本就可以早4天玩 那就是6月2日 去到最後我這裡還有一個LE 就是最後幾圓 我們知道了他們在24、25、26、27這幾天 根據時差來計 他們就會有Open Multiplayer Testing 就是大家可以免費試玩 而且在3月9日這一天 他們就會0.9版本正式推出 你可以看到其實由1月 現在已經是2月了 所以不可能在2月出 接著3月裡面有Last Epo 可能不是一個這麼大的競爭對手都不期 他們未必會介意 但是就變相他們少了一個月可以製作的時間 如果我們延遲一個月 5月看起來就比較空洞 但是我們還有Diablo4 他應該還有一個叫做Beta版本的測試時間 那個就暫時未落實 所以就沒有在包含 有可能在4月或者5月出都不期 但是如果火具之光S3推遲到5月12日出的話 他們再跟回之前的每3個月出的話 就會去到8月12日 就剛剛好又再跟POE撞 除非他在這裡都轉成為4個月質次的模式 一年只出3季 這樣他們就可以跳到9月份 應該是暫時沒有任何ARPG大作 或者沒有其他ARPG新的季賽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時序呢?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官方在第一次 跟台灣那邊實況主交流的時候 就曾經提及過他們不想跟POE撞旗 這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兩隻遊戲都玩 除了撞旗之外 他們都在18號的Close Corner那裡曾經提及過 他們覺得Season 2裡面做得不足夠 不論是宣傳方面也好 又或者是內容方面也好 他們覺得做得不足夠 如果再加上跟POE撞旗的話 POE就一定會拉走一定的PC玩家 人數下降了的話 你買賣起來也會比較困難 也會直接影響到整個遊戲的生態 除了時間上會有競爭對手之外 也有很多東西在S2裡面 我覺得做得不太好 可能希望在S3裡面可以有改善 第一件事就是在S1開始的時候 其實官方是有心想把這遊戲 塑造成一隻不是那麼pay to win的遊戲 甚至乎他們不惜大費周章去舉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Richie the Rich大戰沒有課金的玩家 去看看誰可以首先推贏了時刻六的晚界 但是步入了S2之後 我自己也有一條影片說過 其實課金的角色可能比沒有課金的角色強幾倍 當時舉出的例子就是露火和露影兩個 在一模一樣的配置之下 兩者可以相差四倍 而露火其實沒有機會追到四倍 就是因為一點英雄特性的分別 在S2依然可以說可能他們平衡做得不好 拿得不準 我們也看到了 冰火和露俠其實是免費的 他們改了之後也很厲害 但是也有很多Bug 所以這次可能是純粹一個Bug 或者是他們自己誤判了而不是pay to win 但是如果在S3裡面 他們依然保持 將一個新的特性和舊的特性玩法非常相似 但是明顯是勁了幾倍 舊的特性是沒有可能有任何手段追到幾倍的傷害 所以這遊戲真的會步進去pay to win的方向 這件事我在巴哈裡面拿了出來做討論 當時有些人就有擔心 也有些人覺得如果我給了錢都沒有一個明顯的優勢 我給錢來做什麼 那我就會問如果英雄特性純粹是number上的增強 而不是每一隻有他自己獨特的特色的話 那你弄那麼多英雄特性來做什麼 你不同的角色不如弄skin就算了 還可以買得多錢 我希望可以更多英雄特性就像今季Model 2和上季Model 1 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即使以後召喚2被削弱了他的傷害也好 兩隻之間都有明顯的分別 雖然大家都可能是用同一種技 但是你幫他加點或者要找的能力值就已經完全不同了 玩法的手感也完全不同 這些就是我希望英雄特性可以做到的事 而不是像露影和露火 玩上去的手感也沒有分別 裝備上面也是一樣的 然後用的技能也是一樣 只不過是一隻就明顯地好過第二隻 除了英雄之外 S2的契靈和S1的契靈比起已經差很遠 元素交響直接給你一個buff可以有額外傷害 有些可以疊層數等等 這些技能型的契靈在S2已經推出了 S3還有什麼新技能型或者技能向的契靈 這些都令我擔心 然後就到機制限定的契靈 今季的機制 有一些就是你必須要抽到不知道多少件裝備 然後才會有一個極其珍貴的傳奇 這隻契靈會直接減少他的需求 又或者令到跌出來的東西大幅提高 從而更加滿足他的需求 兩隻都是令到你可以中獎的機率大幅提升 這個是沒有課金或者抽不中這隻契靈的玩家 是很難可以追及到的 如果未來的機制好像今季一樣 都有這麼多層的隨機性 再加上契靈的輔助才可以追到夢的話 這樣我也是非常擔心的 在這方面我希望官方也可以再作考慮 而去到最後就是他們在S1未開之前 已經提及過的多人連線模式 又或者組隊模式 甚至公會系統 我們暫時都還在Close Corner其中一個問答環節裏 得到的答案就是 有機會在S3裏出又或者以後再出 這方面的開發進度就比預期中慢 亦都會令我擔心 他們是否真的可以應付到好像POE 每三個月出一大堆新的內容 我暫時都是抱著一個疑問的態度 所以我就希望團隊可以在今年 藉著這麼多ARPG的時間 開發的時間和在什麼時間推出 再作一個考量 會不會想想火具之光在ARPG業界的定位 當然火具之光有它自己獨特的定位 就是手機市場 我們一般玩家來說 可以看到的數值只有Steam玩家 在這個網站我們看到 由S1到S2人流是少了 但是並不代表它手機市場 又或者它獨立Client版本 沒有多度人玩的 這些只有官方才知道 最後今季所出的英雄追憶 和英雄遺物 這兩樣東西 我都希望它們可以變成世界掉落 或者可以在其他地方 有更多不同種類的遺物和追憶 因為始終今季怪物的傷害和血量 都是因為我們有這兩樣裝備而提升 如果它們不把它放進去 一個容易獲取的方法 就像我們今季撞黑潮的機率 這樣去撞到黑凡的機制 之後才可以拿到這一類型的遺物和追憶 這樣又覺得好像對托方階段來說 有點辛苦 另外它們之前說了這個 是用來增加多些角色不同的背景故事 如果種類沒多到的話 感覺上整個系統就有點浪費 以上就是我對Torture Infinite S3的期望和顧慮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就這樣吧,拜拜